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瑞卡 不知道大家哪還記不記得在今年年初的漫國展 在專堂當中 我就有帶大家去看了一下 合金完成品的作品 那我就有看到一款我超級喜歡 超級帥的 我一定要買到它 有戰鬥模型跟黑馬漫畫所推出來的 機甲風格 地獄怪客 合金完成品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它外盒上面的表現 那它是以地獄怪客的紅色作為 它這款合繪的代表色 然後正面呢 可以看到啊 就是地獄怪客啊 它的半身的圖案 一邊呢 是地獄怪客它惡魔化 另外一邊呢 就是還沒有 然後上面呢 這邊是 障道模型以及黑馬漫畫的LOGO 然後在右下方的地方呢 就是黑馬漫畫的正版雷射授權標 然後在左下方呢 就是地獄怪客它的英文字 反過來另外一邊呢 我們可以看到啊 就是地獄怪客啊 它的正面 以及呢 它的背面全身像 那我覺得這件它的合繪的地方 它是採用比較低調的風格 它最主要就是以啊 黑色 紅色 白色為主 地獄怪客它的知名度並沒有DC 還有漫威來的這麼的高 但是呢 它的漫畫劇情 還有它的獨數一格的畫風呢 變成了現今流行現象之一 不知道大家呢 有沒有發現到 潮流玩具還蠻喜歡用地獄怪客的 導致說啊 許多的收藏家 就特別喜歡收藏地獄怪客這個IP 那地獄怪客呢 它其實有出過電影 但是它的票房好像都普普 還蠻少人知道地獄怪客 那我簡單來幫大家科普一下 第二塊客呢 它是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德國納車在一次實驗之下 被其中一位科學家所喚醒的惡魔之嬰兒 它是不是有紅色的皮膚 以及呢 長長的尾巴還有大大的腳 後來呢 被一位美國特務給收養了 那在地獄怪客的成長過程當中啊 它也漸漸的失去了它邪惡的本性 變成了一個超級英雄 地獄怪客呢 它最主要就是有超大的力量 還有呢 超強的回復力 再加上惡魔的血統 它能夠抵禦各種形式的高温 另外呢 它還可以變成惡魔的形態 那我們就直接呢 開盒來跟大家分享介紹 打開之後呢 桌上呢 就是這一盒裡面所有的內容物 可以看到啊 它這個本體超級帥子的 而且呢 它超級重手質感超好的 那左邊呢 它還有附上一張說明書 以及呢 地獄怪客它的專屬大衣 我跟你們說 它這個大衣是採用 真的布料來去製造的喔 真的是超級棒的 然後再來就是呢 它的尾巴 以及呢 它變成惡魔形態的替換頭部 以及呢 它的右手 再來呢 桌上呢 就是滿滿都是它的武裝推薦 是不是呢 非常的豐富 首先呢 可以先看到的 這個就是它的小手槍 旁邊的話呢 就是手槍的子彈 然後後面這個呢 就是它搭載在腰部的手榴彈 那我會買這件作品的原因呢 就是你們有沒有看到這一把 好酷的左輪手槍 你們有沒有看到這麼大把的左輪手槍 超級帥的對不對 它還有附上了五枚的子彈 就是在桌上這五枚 它這個子彈呢 是可以裝在左輪手槍裡面的 是不是超級棒 那另外呢 它還有附上它的王者之劍 光看這些配件是不是真的覺得超級豐富的 那我就趕快來詳細跟大家介紹這件作品吧 我剛剛就是簡單把配件裝上去啊 就超級帥的 話來說 它朝中的尾巴 還有它的武裝配件 有腰部的這個手榴彈 左邊大腿的手槍 還有右邊的子彈 以及呢 最重要的就是呢 它右手必須要搭載的超級大把的左輪手槍 是不是大氣十足 超帥的吧 它的本體的高度大概是30公分左右 重量呢 有大概是1.6公斤喔 真的是分量十足 外觀呢 就是以地獄罐頭部為原型 做出機甲風火的二創設計 鬼舞壯碩的身形 也不會說因為它的機甲化 就缺少了它的肌肉線條 包含說啊 在它的胸部 肩膀還有手臂外觀 都是採用金屬猴 再去搭配啊 些許的槍鐵色的外觀 更加的有層次感 而且這次呢 都是採用消光的金屬猴 真的很漂亮耶 在光照射的時候啊 就可以看到一些光澤感 大大的提升呢 它這整隻的質感 塗裝整體呢 表現也完全沒有意志的問題 細節做工呢 真的很讚 包含說啊 在胸口可以直接看到它的機甲結構 可動的部分 頭部呢 它抬頭幅度還蠻大的 低頭幅度偏小 然後也可以360度的做轉動 手臂呢 可以360度的轉動 那肩甲可以外拉 稍微來去增加呢 它手部平舉的角度 手肘兩段式的關節可動 彎曲的時候呢 它的黑色零件會有連動的效果 而且呢 也可以看到大塊的金屬內動 手腕跟手肘中間處呢 它有一個可以移動的關節 手掌它是採用全可動手指 每一節的手指呢 都是可動的 另外一隻毀滅之右手呢 手肘呢 它是可以彎曲的時候超過90度 同時間呢 它後方大片黃色的零件呢 也有連動的效果 最特別的就是 它的下手臂內構是可以轉動的 就跟左手肘轉動的感覺是一樣的 手掌呢 也是採用全可動的手指 腹部左右轉動的幅度沒有說特別的大 但是呢 它前擺的幅度超級厲害的 大概有超過45度左右 那從背後看呢 更加的明顯 而且啊 還可以很明顯的看到它的連動效果 它整個背啊 都給打開來的感覺 上面的細節呢 也可以一目瞭然 就是很療癒 非常的擠壓 後關節呢 多了拉伸的設計 所以在前踢 後踢 側踢的幅度呢 都還算蠻大的 胖腿處呢 也可以轉動 那膝關節呢 是可以彎曲90度的 在彎曲的同時間呢 原先 它在後面紅色這塊零件呢 它會自動的填補到前面 吸怪這個地方的空缺 腳環呢 可以稍微外拉 可以左右側板 360度的轉動 背後的尾巴呢 它是採用多段式的關節可動 總共呢 有13節 每一節呢 都是可動的 可以擺出來自己想要的造型 看上去的這件作品呢 也會比較生動 接下來呢 跟大家分享到非常豐富的武裝配件 它腰部六眉 瘦溜彈 採用了球星關節做連接 左邊大腿呢 搭載小槍 那小槍上面的塗裝呢 非常的漂亮 它是採用分件去做分色 還有層次感 槍款的地方呢 是採用金屬紅來去做搭配 雖然說呢 它沒有任何的把玩機制 但是呢 看上去就是非常的厲害 那這把小槍呢 在右邊大腿的地方呢 還附上有四枚的子彈 另外還有超級大把的佐倫手槍 除了說呢 它非常大把之外 它還有把佐倫手槍呢 它的特色都給完美呈現出來了 佐倫手槍呢 它是採用消光的塗裝 質感上面非常的好 彈夾呢 可以打開來放子彈 還可以轉動它的彈夾 那它總共呢 有附上了五枚子彈 子彈上面的細節呢 也有呈現出來喔 尖端章還有金屬色的塗裝 完整之間大概有22公分左右 它是有設計獵甲型態的 直接從健身兩側拉開呢 就可以了 槍鐵色的刀身搭配金屬橘的裂甲圖 也太適合了吧 最後呢 還附上了地獄怪客 它專屬的大衣 它七色的配色 採用的是布質材質喔 那大衣上面呢 它的細節其實做的還蠻多的 像是呢 它的車線啊 還有皮帶的造型 最酷的就是 它的口袋 都是真的可以放東西的耶 在袖口 下擺 還有凝口的地方呢 都是有做鐵絲的 可以讓我們更好的塑型這件大衣 穿上大衣的地獄怪客啊 我覺得它就可以擺穿那種 像是崩來的時候 它的大衣會往後飄逸的感覺 看上去呢 也會更加的生動 這件作品它還可以變換成為惡魔形態 變換的方式呢 非常的容易 我們就只要先把它的頭部把它拔掉 替換成為有角的惡魔頭部 再把它的右手的地方呢 拔掉 把它裝上了惡魔的手部 就完成了惡魔形態的地獄怪客 惡魔形態的地獄怪客呢 它看上去就是有邪惡感 再去加上啊 毀滅之右手 變得超級尖銳的 有一種斜爪的感覺 那除了說呢 它這隻份量變大之外啊 它的整隻手臂呢 還有21個尖銳度 非常的扎手 所以大家在把玩的時候呢 就是要特別的小心 最酷的就是呢 這一件作品呢 它是可以有八光膝蓋的 它的開關是坐在脖子的後方 打開之後呢 我覺得它就很像是惡魔形態的地獄怪客呢 它準備要施展火焰魔法的感覺 整體來說呢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張道魔形跟黑馬漫畫 所推出來的第一塊的合金完成品 在外觀上面真的是太讚了 金屬質感再去加上機甲設計呢 也不會說很突兀 就很順眼啊 拿在手上呢 非常的有重手感 跑完上面它的阻尼感呢 也很足夠 配件非常的豐富 尤其你們看它的左輪手槍做的超米真的 裝在粉體上面整個氣勢就顯露出來 太讚了 以這樣子的份量 我覺得這樣子的價格是非常可以接受的 我可以說它這件作品是我近期收到最滿意的玩具 真的很推薦大家都可以入手這一隻 CP值超級高的 以上呢 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地獄怪客 近期呢 就跟大家分享還蠻多玩具品牌的 像是有核能矩陣 魔動盒 好微笑 還有今天的藏道魔形 那每一間的玩具品牌呢 都有不同的特色 希望大家呢 都可以多多接受新鮮的玩具品牌喔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在到這邊 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開片子 別忘了下去 追蹤我的IG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跟大家見面囉 掰掰 掰掰 by bwd6